留恋男后,我是妍妍 只有高兆,我是文杰 首先呢,我们再回到中华圈看一下中华圈的最新的一个新闻 首先呢,在新加坡这方面呢,哈里玛就职当总统了 那么在这个就职演说过程当中 无论是哈里玛还是旁边的李显龙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哈里玛在这个就职演说当中呢,就说了 担任总统是一个重任 他会就是迄今他的所能呢,就是并以国家和人民的最佳利益为重 去担心就是他的职责的 所以他也像这个新国人也保证就是作为总统呢 他会为每个人人民的服务 无论他是来自什么种族或者是语言或者是宗教的 所以哈里玛在天的这个傍晚六点的时候呢 就是在新加坡总统府正式宣誓出任第八任的总统 对,然后其实作为总统来说 他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或者是说一个慈善 然后维护国家和谐的一个象征 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权意义了 那么他也在说,他说在社会上我国呢 必须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 那么在经济上呢,必须为工人和企业做好准备抓准机遇 那么在安全方面呢,必须处理好横扫全球的分裂势力 包括极端恐怖主义和伊斯拉安教的恐惧症等双重的威胁 所以呢,这都是这个哈里玛在职的时候 他不仅仅说到这些,还说到其他的包括新加坡的储蓄金的问题 包括这个储蓄金呢,他说历届政府和几代新加坡人建立起来的 除非有很好的利用,否则不应该滥用 说的话,其实还都是蛮官方的一些话语 因为他毕竟是没有什么实权 所以也不可能说一些比较实质性的,然后比较有措施性的话语 那么另外呢,李显龙也有他的表达了 对,关于李显龙呢,还有表达就是说 哈里玛当选总统呢,其实也代表着新加坡会坚持追求这个 一个建设多元种族的,还有这个多元宗教社会的梦想 所以呢,这样的追求目前的局势下是显得非常的重要 他也说到,我们的多数种族呢,也是会协力的就是确保少数种族 享有同等的权利 所以呢,那是他们的特质也是非常珍贵而垂落 所以呢,他也说为什么确保国会会有来自不同种族的代表 嗯,所以呢,他也强调这个国家呢 是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 那么我们要建设一个这样子的社会 必须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嗯 嗯,这是,其实新加坡跟 我在想啊,新加坡的这个政治制度 当时呢,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 呃,它形式上还是 英国遗留下来的君主立宪制 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又有些不同 你就是像在马来西亚,它是有苏丹的皇室 也就是君主立宪制,就像是英国一样 它有英女王,皇室的英女王 然后下来之后就是他们的这个世俗的政府啊 然后作为一个行政的公用 那么在马来西亚也是啊 然后有苏丹是皇室 下来之后就有世俗的行政政府来处理他们的这些行政的一些事务 那么在新加坡这一方面呢 似乎也有一些相似 但也有一些不同 就是它没有皇室 啊,它只设立了一个总统的职位 嗯,那么其实这个总统的职位呢 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皇室这样的一个职位 只是象征性的意义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职位 象征着国家的这个尊严 国家的这种种族团协的一个立场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意义 那么它的世俗政府就包括以李显龙为主的这个世俗的政府呢 能够在新加坡国内做一些行政上的政府上的工作了 这有一些不同 但以但大致上大体上还是感觉上形式不同 但是内涵也还是相同的 嗯,那么其实这个哈利玛呀 她自小 她的生活也充满了波折吧 嗯,其实他们 这个这位女总统呢 新任的女总统呢 他们这里有说到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画面叫做跑地牛的 其实什么是跑地牛呢 就是她说到她小时候呢 她妈妈呢就是有五个孩子就是包括她自己 然后也是她的母亲呢就是独立去抚养她的 曾经呢她们的家里家境是非常的贫穷 然后她们的妈妈呢就是卖马来的就是八东饭一起跑地牛 所以呢这名女孩呢也是 也是经过了非常多的挫折 还有这个经历 才会成为了今天的这位女总统的 所以这届的女 本届的这个这届的这个总统选举呢 也是哈利玛在没有竞争对手下 完成了这个提名手续 然后自动成为了这个新加坡第八位的总统 也是新加坡以来首个女性总统 那么我们简短的回忆一下她过去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吧 就是在如果是每天要去卖饭嘛 然后清晨呢天未亮的时候呢 这个山顿道的一个流动的摊位旁呢 一名女孩也就是说她了 哈利玛了陪着母亲呢一起跑地牛 也就是卖饭 然后哈利玛的童年回忆里呢 似乎以这个画面最为鲜明了 那么当年呢 全国职工总会的总部就位于山顿道的新加坡大会堂内 年轻的哈利玛呢 经常望向大会堂 却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将投身职工的运动 那么由于家境的贫寒呢 哈利玛的童年是在这个新都路的一房市祖屋度过的 她先后呢就读新加坡女子学校和丹荣嘉东女子中学 在1978年的时候呢考获了新加坡大学 也就是国大的前身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取得了国大的法学硕士学位 这是她整个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了 但是针对新加坡的这个女总统的选举 那么陈青木也有她自己的看法 对关于陈青木这方面呢 她有她有说到就是许多新加坡人对此感到愤怒 因为当局就是剥夺了就是人民投票的权利 呃等于走就是拿走了人们在就是政治发言权 显示了人们的选择并不那么重要的 所以呢有关于在呃呃呃呃呃呃呃 陈青木在面子的时候帖文有提到的就是政府这次派出的呃呃 呃馬来竞选代表只有哈利马 就是有别于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呢 同时派出了王廷昌和这个蔡景耀的做法 然后呢就是依然有两位独立人士就是这个 这个呃呃 埃利马里肯还有这个法律表示有意参选彩的 还以说到啊当时每个人都知道王廷昌还会赢的 但是这个吴庆瑞博士依然大力的游说 就是蔡锦耀去参选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为了避免就是不战而生的情况 所以给人们表达选择的一个尊严 但是这次呢 就是哈里玛在没有对手情况下 当选了这个新加坡总统呢 让陈钦木有这次的这个言论 陈钦木呢是上届总统候选者 那么当时他好像似乎也发表了一些声音 那么这次他发表的声音主要是因为 为什么不通过这个选举 就为什么不让大家去选举呢 然后直接任命了哈里玛当新加坡的总统呢 那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哈里玛能够是新加坡最后的总统的人选了 但是你也应该开放其他的两个 另外两名候选人给他们一些 你包括合格证书 发出一些合格证书 同时呢 让大家通过选票来选出 这样子的话呢 不更加具有说服力吗 然后这是陈钦木的一个看法 那么针对这样子的事情 新加坡的这个司法部或者是说法律方面的一些程序 是不是符合以往选举总统的一个程序呢 因为以往选举总统呢 你必须要投票 然后首先是政府要发出一个合格认证书 然后给参选人 然后之后呢 就通过选举投票才能够选取总统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法律程序的 然后但是这一届呢 好像似乎政府没有发给另外两个参选人 三选人的一个合格证书 直接就选择哈利玛为新加坡的总统了 这个做法是不是违反于一般的规则和程序呢 在新加坡政府这方面 所以也是让人有一些疑问的 在新加坡另外呢 校园里 相信之前我们也谈过一些霸凌欺凌的案件 然后在台湾也有这样子的案件 当时我记得是一个女孩 两个女孩把一个女孩打得 鼻青脸肿的 面目全非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哈 在那个视频呢 在社交媒体上传的也很广泛 那么最近呢 新加坡的中学的校园内 也发生了霸凌的事件 这段视频呢 就是有学生 就是先后在这个面子书专业传开的 就是Massi Singapore News的 有网名就是将这个视频转发到 新加坡教育部面子书专业那里 这个事情呢 是发生在位于就是 丹兵尼的这个 盛西尔达中学 从视频当中呢 就可以看到 就是学生在打架时 有一名华一 很像老师的男子呢 就站在了 就是一旁 就是爱慕 爱慕能助的感觉 在视频也 也看到就是 有一名瘦男生 跟随着一名壮男生 就是一边标张化 一边走进了一间课室 拍摄者也跟随着在后的 两人呢 就在课室呢 就是开始打另外一名同学 最后壮男呢 就是往男同学挥拳 一边呛说 来啊 之类的一些话语 然后瘦 这名瘦男生呢 甚至就是发言 就是向对方说 你妈会在这个枸杞 找到你的尸体 之类的一些 比较粗粗的话语 嗯 很 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或整个的环境当中 有很多学生 但这些学生呢 感觉看着好像 好像似乎还很可笑 都在笑 然后另外的老师呢 就是上这节课的老师也在旁边 但老师也没有制止 就只能说好了好了 就这样子的一些简单的话语 所以这个事情还让人蛮气愤的一件事情 就是两个学生在打一个学生 但其他的人都无动于衷 而且还微笑 不能说是微笑 还在笑 同时老师呢 更是老师在旁边都不会去制止这样子一个事情的发生 嗯 所以呢 这件事情很会引起 嗯 新加坡这所中学的一些官方的一些 一些注意吧 嗯 然后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他他他能够传达出几个讯息啊 然后第一个讯息呢 是是不是类似的80案件是经常的发生 所以呢 学生们都麻木不仁 就是说嗯 看到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大家也不感觉它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 所以在旁边呢 还看着还感觉很热闹的感觉 然后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学生为什么要看着很感觉到看热闹的感觉 为什么针对这样子的事情不自己主动的去劝解 或者是说 呃 作为一个一个一个协调人去去帮助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能够得以合理的解决 然后学生 所以说学生的这种心态又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态呢 就像是我们在街道上 假如说看到一个人被别人打 大家都在旁边看热闹 也不会去上前面去制止 那么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道德 应该说是这个基本上的道德理念 是不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当中还是很模糊的 这是一点哈 因为从小小从学生 你就能看到未来社会上应该会怎样 我这样发生类似的事情 大家会怎样去对待它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老师这个问题 老师呢 呃 是 传业受到解惑也 那么他的职责这是 但是针对这样子的事情 他竟然也是站在旁边说好了好了 竟然没有 去出手去帮忙 或者不能说帮忙去制止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针对老师的这个 教育学生的道德水准又是在哪里 所以这几个问题都 都显示出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一些问题了 尤其是发生在校园里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个 西藏吧 我们去西藏看看 在这个青海这方面呢 中国 然后 有很多的流浪藏壕 藏壕呢 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物种呢 它像小狗 它像狗的那个品种 它是狗的一个品种 但是它特别大个 然后很巨大 而且它的叫声呢 它不像是一般狗的叫声 它的叫声好像似乎像狼狼的叫声 但是一个藏壕确实还很贵 当时如果你要买一个藏壕 差不多的价钱应该在一万左右人民币之间 那么现在居然在青海这方面出现了流浪的藏壕群 而且还会成为高原的灾害 对 这次本来就是藏壕是受到了这个不少中国人的喜爱嘛 然后曾经就是身家一度飙升以百万人民币去计算的 但是这有写到 由于这个热情退缺的关系 加上连接发生了很多种类似藏壕商人的事件啊 然后大量的这些藏壕被人弃养的 所以呢 原来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大型山犬 藏壕呢 如今已经变成了所谓的高原灾害啊 所以呢 现在呢 有收容所 如今有养了至少有六百只的这个流浪藏壕 奈何藏壕的这个食量呢 也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收容所所请回来的这些工人呢 在周边呢 庙室呢 政府学校餐厅呢 也是去收集这些剩饭的 但是每个月的这个粮食费用呢 还是需要两万人民币去支撑的 主要也是由这一个书猛寺去承担的 然后这些流浪的藏壕数量也太多 所以食物不足下呢 流浪所甚至有时候会发生狗吃狗的残局啊 嗯 同时不仅有狗吃狗的一些残局 那么这些藏壕 尤其是狗吃呢 它会感染一些包虫病 传染病 那么这个传染病呢 会通过狗 也是藏壕狗的一种吧 就是粪便感染草场和水源 从而呢 引发人类的感染 那么根据同据哈 在2008年到2013年呢 流浪狗呢 脚位济中的果落 果落州啊 局部的地区呢 每八人当中就有一人感染包虫病 是世界上包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了